打开大幕发现棺盖上赫然写的四个大字 开者即死 1957年在陕西西安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墓 按说在西安这种地方发现千年古墓 不算什么稀奇的事 所以考古队员就按照规范一层一层的在进行挖掘 在挖掘过程当中发现这是一座随朝的高等级的贵族墓葬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墓的规模比较小 终于挖掘到了墓的核心部位 发现了一个制作非常精美的石棺 但是就当考古队员想要打开石棺的时候 赫然发现石棺上写着四个字开者即死 当然了考古队员不害怕 但是也做了万全的准备 终于打开棺盖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赫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是迄今为止发掘的保存最为完整 等级规格最高的随带墓葬 出土了200多件的随葬品 制作之精良在随带墓葬当中实属罕见 那么这个墓的主人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做李敬逊 也叫李小孩 死的时候只有九岁 可是一个九岁的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等级的墓葬呢 因为这个孩子身份非常不同 他的外祖母就是北周皇后 大名鼎鼎的杨丽华 据记载当这个九岁的小女孩 李敬逊夭折的时候连随扬帝杨广都非常的伤心 下令后葬 更多冷知识 关注我呗